兩大影大合作 其實一開始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感受是怎樣的呢 開心 感受是 對 我也是很開心 因為 雍智光導演找我 那我又 叫他給他第一部電影我看 我看完之後我很喜歡 所以很希望能夠合作 我和網友好像是 我印象也從來都沒有合作過 印象其實後來我們拍戲的時候 我偷偷地跟雅智光說 其實我們在TVB的時間裏 就拍過一個處境電視劇 處境的一個是否那些叫鏡頭電視劇 是 忘記了 你做教練 是很久了 但是他好像後來 後來就 積極找回一個片出來 但都好像很模糊的印象 現在是1988年 就是了 所以在電影方面 其實我 和偷偷都是第一次合作 在這部電影裏面 相隔了這麼多年再合作 會否覺得對方有甚麼不同 我覺得阿王很專業 和他一起合作 我覺得很舒服 很愉快 偷偷當然是我們影帝中的影帝 很開心 因為偷偷對一個角色的處理 是很獨特的 世間只有一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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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二 是 三分二 是 好像有些演舞台劇的感覺 但是實演 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是否很緊張 那場戲 緊張? 是緊張NG而已 我想是 打下去的時候 就是不捨得 但是也要打 因為角色的需要 對 網民評理是 喂 網民評理是 教科書級的演技 說你這一段 不是吧 我沒有怎樣留意自己 他說你從生氣到 是有一個笑容出來 每個人都可以 喂 這次在Case of Mucilia 搞首映 你覺得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還有你作為一個文化 icon 你覺得我們在推廣香港文化藝術方面 可以怎樣再做得好些 或者有什麼可以做和你合作呢 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我都不是對Case of Mucilia 很認識 我來過上一次的香港國際電影展 關卡導演 當時我來演過 覺得很新鮮 我以前的尖東是很久之前 我拍電視劇 昨天記得的尖東 現在好像變得很漂亮很大 推廣到今天 拍多些戲 兩位對票房會不會有更高的期望 希望觀眾會支持 但是不想給那麼多馬力 你接下來金像獎都公佈的 list 你們的信心是怎樣 或者有什麼看法 裁員 可以入圍當然是很開心 不入圍都已經盡了自己取大的努力 我覺得做已經可以了 很多事情其實 你不是要跟別人交代 你做了一件事是你跟自己交代 當你盡了全力去做的時候 出來人家覺得是怎樣都不太重要 現在還記不記得怎樣彈琴 現在其實我因為拍完這部戲 就在家裡買了一個琴 很久都沒有彈 很想彈 因為我覺得彈鞍琴 這次是因為這個契機 這部電影令我接觸音樂 我經常覺得彈鞍琴 不是彈給別人聽 是彈給自己聽 你會很棒 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 會有一點點音樂的東西 就是 你是表達自己的一個方式 有沒有彈給嘉玲聽 不是啊 彈給自己聽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一種方式去表達自己 有些人喜歡我文字 有些人喜歡跳舞 有些人喜歡透過運動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抒發自己的 是一個新的方法 還有一個新的方向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 好像我這樣 我每年都會給自己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很有趣的 還有鍛鍊自己的腦 是否會繼續學琴 我想的 但很難找老師 因為這個不可以用Zoom 學語言不可能可以Zoom 但鋼琴要在你旁邊看著你教 但我都希望繼續玩 我自己 我自己 你先回答 我自己 除了電影之後 我自己都要做音樂的舞台 你說會不會再跳跳舞 我覺得真是恩怨濟迴 今次 剛巧這部電影裏 紫光想韋仔彈這樣 他彈一個著視的樂曲 我怎樣配合他 那當然是用踢踏舞 所以是特別的一個情節 我也覺得很少有導演 會這麼大膽去嘗試 真是放在電影裏面 他真是做這件事 既然你都這麼大膽 我們便跟你這麼大膽 會不會把踢踏舞 放在你的show 這個show 我想暫時 我現在新的排名 這個彩排 未容納到這個踢踏舞 如果演員做了自己能夠幫到電影 有一個更加多人去欣賞 去發酵這件事的時候 我想 怎樣都要去多謝一下觀眾 現在很輕快福利 有沒有有些bring 裝得很福利 有什麼福利 有什麼福利 快福利 可能去到某個數字 可能壓緊定 會做一些 加長 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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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